我们在这边来介绍极限的严格的定义 那这个严格的定义的话呢 是在同学们的话呢 进入微积分的时候的话呢 一开始会觉得是最困难的这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epsilon delta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要介绍这个符号 这个字的话呢 念epsilon 这个字念delta 这个的话呢 我在希腊字母里面来说的话呢 epsilon的意思是指的是很小的意思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 我们说一个函数的话呢 当x趋近于c的时候 那这个函数值的话呢 会逼近叫做l 那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话呢 这个epsilon的话呢 是随便 这个字啊 a的话呢 把它颠倒过来的是 for all 随便一个数字 或者是说 这个题目也可以这么讲 given 我们的话呢 给我们一个任意的一个小的数字 要多小都没关系 只要是正的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叫delta epsilon变化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匹配 跟它与它匹配的一个delta 然后怎么样呢 只要是x在c的这个绝对值之间 就是说它的话呢 我们要符合这个符号 在delta之内 然后这个地方大于0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大于0 意思就是说 这个函数在x等于c的那一点 它不需要有定义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就可以 完全的话呢 就发现f的话呢 会在l之间 中间夹在一个epsilon之中 各位同学的话呢 觉得这个内容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复杂 而且很困难呢 那么我把这个里面的话呢 用简单的符号的话呢 来表示 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大部分的话呢 在数学系来说的话呢 会比较用得到证明的部分的话 要用到它 就是for all epsilon大于0 或者是given epsilon大于0 那么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少得到 exist的什么呢 一个delta 这个的话呢 是跟epsilon有关的 大于0 然后such that such that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符号 such that怎么样呢 such that的话呢 就是x减c的绝对值 小于delta 大于0 然后 implice 我们的话呢 就能够蕴含 若这个会发生到后面 后面是什么呢 f值 到l之间的距离 一定会压在epsilon之内 这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 要介绍这个epsilon delta的话呢 这个定义一定要会 如果会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用图形来解释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把刚刚那个定义的话呢 再把它用一个图形来解释 刚才的定义说 随便一个epsilon大于0的话呢 存在 存在 就是用存在的话 exist的话呢 E把它颠倒过来 是delta 大于0 那么能够让怎么样呢 若 x的话呢 再c 减c 小于delta 大于0 则 f的话呢 是减掉l 小于epsilon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用这个图来表示 这个大于0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这个是y等于f of x 这个图啊 假设在这个点上面 没有定义 其实有定义 没定义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点 这个点叫做c 那么这个 这个点的话呢 是c 加上delta 这个点的话呢 叫做 c 减掉delta 他说 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 当x的话呢 趋近c的时候 它的这个函数值 会逼近l 它的意思是说 随便找到一个epsilon 这是随便讲的 这个数字的话呢 要多小都可以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 epsilon 我们的话呢 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只要压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保证 它的值 函数值 会压在 加上epsilon 小于 减掉epsilon 中间 这就是我们 严格的这个 极限的定义的 一个图形的解释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题目 一个极限的话呢 3x加4 这个的话呢 当x趋近2的时候 答案是10 那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这个极限是非常好算的 直接把2带进去 答案就是10了 可是要证明就不简单了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 如何用epsilon delta来证明它是10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复习一下定义 我们的话呢 如果要证明它是10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什么呢 是当 x的话呢 减掉2 小于delta 大于0 当这个的时候 能够怎么样 能够 这个函数是3x加4 然后减掉10 我们会希望它小于epsilon 只要能够符合这样的左边的这个 找到这个delta的话 我们就算是证明到了 那么证明的技巧在哪里呢 证明的技巧的话呢 我们要用反推的方式 来我们来看这个算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右边这个 3x加4减10 3x加4减10 这个绝对值的话呢 直接可以把它写一下 加4减10是多少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3的话呢 提到前面去 3一提出去了以后 这边就剩下一个2 那么我们希望它的话呢 是怎么样呢 是小于epsilon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非常的容易的是 我们只要令 这是x减2 各位同学看到了吗 x减2 我们只要令 令什么呢 我们的方法是令delta 是等于 除过来 三分之epsilon 的时候 我们就必然能够符合什么呢 必然能够符合的话呢 这个条件了 各位同学的话呢 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倒推的方式 我们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颠倒回去想 当delta是三分之epsilo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保证 这个算式是小于epsilon 那么这就是我们 简单的一个极限的证明 我们再来再做一个题目 证明的话呢 x平方 当x趋近2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4 那么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也是一样 Claim 什么呢 x的话呢 减2 好 小于delta 大于0 能够怎么样呢 会 implice x平方 减4 小于epsilon 那么我们证明这个的话呢 就是要从技巧是在这边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来扩展之后 然后倒推回去 就可以找到这个delta 跟epsilon的关系 于是的话呢 就算是得正了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个 x平方减4的绝对值怎么处理 x平方减4 我们的话呢 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 x加2 乘上x减2 好 现在x减2的话呢 是能够符合了这个delta的部分 现在x加2怎么办呢 x加2的话呢 我们的技巧的话呢 是 当然还是要扯出 x减2 那么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演算 在旁边演算一下 x的话 加2 我们可以把它应把他减成 x减2 再加上4 再加上4 好 这两个数字 这个绝对值的话呢 当然是 小于等于 x减2 加上4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要想要让它变成固定的数字 那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这边做了一个技巧 怎么做 我们的话呢 先假设 我们先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我们先设 假如 delta是小于1 如果说它小于1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是小于1的 那么x加2呢 这小于1 那这个当然就是 小于5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是比5还要来的小 那这边的话呢 是 这个是 5delta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是 delta的话呢 是小于 x减2 这是5倍的 delta 也就是 epsilon 我们希望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话呢 delta就可以算出来 是五分之epsilon 那么 五分之epsilon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这么做的 我们的话呢 只要 另 delta是多少呢 两个之间 小的那一个 我们就肯定的说 它会夹在epsilon之中 只要令1跟5分之epsilon 我只要能够取两者之比较小的 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当这边的话呢 小于delta之后 这边的话呢 一定是小于epsilon 那各位同学看到了 我们的极限的证明 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呢 那观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证明后的解说好了 那么 其实的话呢 极限的话呢 我们来讲 不存在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啊 假设这个图形是这样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当x趋近c的时候 左极限跟右极限不一样 那么就是代表极限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定义呢 原来的定义的话呢 是说 只要epsilon大于0 这是所有的数字都可以的 数字再小都没关系 那各位同学 来看一下 如果epsilon的话呢 在这个中间的这个jump的 之下的话呢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epsilon了 所以它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我们所谓的 极限不存在的case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种case好了 来另外一种case的话呢 如果c这一点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如果c这一点的话呢 它是一个 好 假设是这样子 在c这一点是 是不连续的啊 而且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x趋近于c的话呢 是不存在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不连续点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的话呢 那epsilon是不是 就是它说epsilon大于0 然后这个在这个中间 一定的话能够夹在epsilon之中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也没有办法的话呢 符合我们原来的定义的要求 那么于是这样的定义的话呢 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作詞 作曲 李宗盛